严编朝鲜族 当然是在2011年的时候 加盟的北京国外乐视队 张锡德 对北京国外乐视队这边来说 他们的几名国角 以及外援的球员 在国际比赛时期间 都是代表了国外队 成长的一些比赛 比赛开始 首先开球的是客场作战的 身上绿色球衣的北京国外乐视队 他们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 而主场作战的延编副德队 身穿红白相近的球衣 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 延编队基本上是个四五一打法 国安这一开场 这全景镜头能看出来四二三一 比赛刚开始 我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 主场作战的延编副德队这边 首发门将22号持人一 在后卫线上排出的是 23号裴玉文 20号崔明 两名边位 右边是 中海下最终进攻 18号何泰军 这是人面货德队的当家射手 右边后卫应该是12号江洪权 左边后卫是16号吴永春 这何泰军有点特点 就是他跑步频率并不快 但是他第一步辅大 第二人球结合特别好 重心很低 甲动作随时可以呈现 关键的门前这一脚确实有攻入 原本以为了说在中甲 你进那么多球到中超 恐怕很难有再有威胁 毕竟这舞台变大了 但是呢看上去 他确实有自己的非常鲜明的特点 这代球直向信息被 国安乐视频里面放入点 被保护住底线 何泰军在上一轮对阵 江苏苏宁诺比赛里面 非常遗憾地发丢了一个点球 是 而在第一场打了一个 上海利地生哈的时候 他是打造了一击 非常快乐 号称上海利地生哈的 一个一大杀手 当年呢 在亚冠赛场上就曾经 攻破过神话的球变色 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 延迷负责队这边的首发 在中场排出的是 24号李浩杰 14号伊比加兰 33号孙军 10号斯蒂夫 9号金城大 并在最前面的前锋18号是何泰军 而客场作战在 北京国安乐视队这边首发 能叫22号杨志 两名中卫应该是14号金鹏翔 30号雷腾龙 左边后卫李磊 右边后卫是 28号张腾动 两名后腰是8号朴城 以及5号拉尔夫 前面向左边是10号张细哲 右边是11号宋伯萱 前腰21号奥布斯托 应该最前面的是9号克莱布 这宋伯萱啊 好像平常也是习惯于踢左路 但是呢张锡哲也习惯踢左路 于大宝也习惯踢左路 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所以呢就得有人呢 不得不去转到右路 这是拉尔夫 这球呢想直接找克莱布 按说呢这国安乐市呢 一方面呢有奥古斯托 另一方面呢有张锡哲 这两个人呢 就传控能力都比较强 关键呢就看门前的 解决问题的人怎么样 在这场比赛之前 克莱布也是表示自己的状态 应该是恢复的差不多了 所以说自打加盟国安乐市以后啊 他的状态一直是 受到什么厉害 来看反击 舒逼夫 这球没形成默契 好像场地也稍微有点 积水啊 跑起来 总觉得要摔倒 张成栋 今天呢是右后卫 他的14号 颜面复得的14号 一比加蓝 这也是他们的韩国外员 从基多林转回来到 颜面复队 他呢是在后腰位置上 有一定的分球能力 是由他来选择进攻方向 上一场比赛 打这个江苏苏宁的时候 一比加蓝 我们进了一个手 瓢城 这是英雄怕见老街坊 这当年的像瓢城啊 金镜道啊 金太炎啊 小哥几个都是在沿边 地区 各路突破 最后全冰这一下 没有能够给好 没事的两次全冰 和最后一次成功 当中的这次人都被 特别迟文一给抱着怀里 赛前有消息说 迟文一有点伤 但是今天呢 还是首发上场 我曾经啊 现场看过这支队伍 一场比赛 但是呢 不是主力阵容 是去年的足鞋杯 好像是第二轮 客场对苏州紧赋 苏州紧赋是您的一个 老朋友队 老朋友队 然后这个当时呢 是朴泰夏呢 带了一波team去 就是楼草打兔了 说能赢又赢 不赢拉倒 主要是冲超嘛 那场比赛呢 挺惊险的 第88分钟 还0比0 然后苏州呢 获得了一个点球 过了点球呢 一下被池文一 给扑出去了 然后就进入点球大战 池文一好像又扑出去 三个点球 最后晋级了 带了十个地步 一个主力文将 但是我现在也记不清楚 赢提是不是这个池文一 反正总而言之 是延边的门将 如果是池文一 应该还是延边的话 那应该只有一个吧 这不是松胞胎 这场比赛实话讲 节奏不是很快 前几分钟 双方还都有点试探 可能啊 国安也有所预计 说对方主场 可能会攻出来 咱们打的反击 没想到呢 延边呢 还是按部就班 在中后场呢 不重兵 所以国安一时间呢 包括这场地气候 可能慢慢的也得适应 没错 看这个球场周围的跑道 上面都是鸡水 今儿呢 延边的球迷啊 其实来了不牢少 据说有四五个球迷组织 要掀起阿里郎的狂潮 来架炮 外围一条远色 来自张细哲 右路这边 有可能会成为 国安的一个重点的攻击 因为有张成栋 有宋伯萱 哥俩呢 一块联手呢 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双边风 你套完了我套 传中的时候呢 克莱伯是第一点 也许呢 这张细哲会从左路啊 飘到禁区内 形成第二点 禁区外围再有一个奥古斯托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攻击的思路 延边负责的反击 漂亮 进区内没有 对想敲倒 但是裁判 你刚刚认为这球是定调犯规 一会儿看慢进回放我们可以再分析一下 好像感觉斯蒂夫被勾了一下 是 严格意义上讲呢 这个球可能也是因为刚进禁区 其实是有犯规的 可能裁判考虑到比赛也是刚刚开始 刚开始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感觉可能这球离球门比较远 从球员的角来讲 不见得是能够控制住这个球 但是我个人觉得要聪明的裁判 这球吹 但是罚一个禁区线上的认一下 因为犯规地点基本上是在禁区线 就是裁判的艺术 附近 反正我刚才这次进攻 能够感觉 延边负责这边的反击质量还是不错的 他就两个人 一挺一挑 一笔下来 要C 右边队友 靠的稍微慢了一点 这就是精神 勾连枪拐的队 延边负责是 是一支极具地方民族色彩的球员 30个球员 据说21个是延边朝鲜 朝鲜部 所以他们跟队中的这些 韩国外员交通沟流 沟通起来是不存在任何问题 对 原始相通 而且他也容易有一种文化色彩在里面 这次强得不错 往前距离给 我放这边给挡了一下 还是了解了一下 延边负责这个球员整体身材 整体身高其实都不高 对 多数都是一米七几 但是能跑能拼能抢 机动性比较 对 而且前差的速度比较 仔细续给 你看 过了这个七八分钟 延边开始控制中场 上班突然感觉 他们好像一下进入到状态了 你看他这个 包括韩国球员 朝鲜部球员 他这个人球结合这一下特别好 你看场地有点 还是有点湿滑 登不起来 还在阎明负责这边控制 对 很有套路 对 想骗一个这个角球 但是球还是没有处理性 又吹了犯规 克莱博 这一拱 没有以征求为目的 二十号催民 延边负责呢 说实话呢 也是 公告自然城吧 这个赛季呢 也得到了大笔资金的赞助 这个大笔资金得是 得两个亿 相级来看 得两个亿 那已经是相当大了 对于他们自己本队来说 历史上应该是比较大了 是啊 你一个升班马 然后又在老少边穷这样的一个地区 但是他比较这个目前其他中超几个大款球队就才差的比较多了 对 但是他体系其实已经建立起来 他不向国安呢 又得换教练 然后又得重新搭班子 买球员 所以相对而言呢 这是 延边呢 要用自己的整体 来对抗中超的各路豪猛 也是啊 基于一种务实的态度 这人真心 是吧 何泰军这下 有点意思 而且你看这14号一比加兰 他是后腰 这次反击居然能够到对方的进区前沿 没错 就说明他这个上下 奔跑的能力非常强 中国车你看 他是左脚 他在右路只能内切 奥古斯托主动要求 延边呢 去迅速的回到本方半场 有断头 宋 宋 在广州市里边 我们现在成功 斯蒂夫 斯蒂夫你从他位置来看 他是个左边前辟 但其实呢 在反击当中 他是 这是斜线 插中路 你很少看到他会下底 防守的时候也积极地回防到位 这比山东鲁能 那塔尔德利强太多 他说的这个山东鲁能昨天啊 也是在一场比赛当中被爆了个冷门 在杭州旅程里2比0给期待 实际上主战来曼内是感到非常的不理解 说再这么踢我就走了 而在昨天第三轮的那个另外一场比赛里边 广州得比 这场比赛里面广州恒大是2比0战胜了广州福利 对 所以头两场比赛呢 两个主队双双告捷 斯蒂夫 这下人陈红过 这个严格意义上讲 应该可以给黄牌吧 就上手拉了 确实是 到现在为止 有两次叛徒 但你看他这个队员就是不争 就是因为我们平常也接触过很多的 在北京啊 这个朝鲜族的业余球员 球风非常好 他很勇猛 但是他不会去闹事 球皮非常好 球皮非常好 又内切 宋伯轩 关了 他这一拳是他能够 他想过的就是淘城 他这腿很细 跟两根筷子 夸夸的 经常踩起单车来 好的 哎呦 很容易把球给把球进去 这阵子有可能要升门啊 好 因为这个队员的反击 四比四在套标 一对一 一对一 从这边黄 下不去了 第一比下半 成为球最后是被马出阁了 余大宝 赵和静 伊尔玛兹都阴伤的确证 你说这比赛也没打多少 伤了一队 伊尔玛兹在童谣队伤 对 伊尔玛兹是一直就有伤 一直就有伤 也是国安球非常期待的 看来很注重这个定位球的防守 扎切罗你看人盯人盯得很苦 中路 外围 这种能够挺好 转移 这轮子非常准 你看 转移走 身体条件还不错这一下感觉 有传终 没点 两只出来 这条玩具还不错 稳妥起见 在曾成王大雷上纷纷崛起的时候 杨智现在离国家队好像越来越远 没错 我猜人家配上那个赛家队 对 文智龙 哦 有机会 这球还喘 不太细了 他想右脚外脚背往远点撕 哦 这场地确实滑 确实滑 怎么样 漂亮 重新了 又是何泰军 何泰军 这球插上确实好 这一连圈进过感觉国外乐视队里边节奏没太跟上 没错 尤其是这中间有一打滑的 没错 节奏没太跟上 东北就要打粗溜环 打粗溜环 没错 被嘴很地道 所以呢 由手转攻在由攻转手这两个过程当中 沿边的这一传一插 确实是打乱了国安队的后方 淘汰一下稍微松了一口气 而且这个球从斜后方来 其实不是很好点 这块是随着 粗溜环的一下 这谁是瓢城吧 还是谁 反正就是一脚没登上 瓢城 瓢城 没错 而且球顶得特别顶你一个反向 没错 而且刚才在何泰军旁边站着的中位是雷腾文 嗯 我觉得这比赛倒因为这个进手可能会好看一点 提速 要不然大周五的有可能会睡着 双方开始都有点有点拘着 但是这个场面对沿边负责来讲理论上会有利 因为他就打反击 没错 他领先了我守着他 一个球呢 哎 这时候我看你怎么办 你要上来的话我就在打你反击 这何泰军 这 确实是厉害 三场比赛两个进球 可以啊 这这这这这都是至少两千万欧元外员能干的事他都可以干 今天对于国安乐车队那边的奥古斯通来说他虽然说在国家队里面表现非常深吧 嗯 但是呢 但是呢长逐八射回到中国 对 对 到今天呢 身体状态来说 和多Withford还是会有一些严格 那你从刚才啊颜边负责进这个球你可以看着他队员之间相互非常熟悉 是吧 他一巴一断球之后 这传球的应该是 传球的队员和这个跑动队员 马上就连线了 这是长期在一起训练比赛的结果 养成的默契 不过刚才也是因为这朴城啊 一下滑倒了 没对上点又来了 漂亮 没错 到三点 从中间传这一下 解围这一下 没有得够解围出去 怎么都跟像在冰上踢球似的 来了啊 这边一套动作 好点 他还要传 他不浪彻 没错 外围打一脚 绝对要用最合理的方式来完成进攻 是 他就说如果你在 自己后场丢球的话 嗯 那延绵负责这个 短距离二三十米左右的这个反击确实有威胁 他刚才这次传中的甭管他这个最后能不能打成 但是他绝对是承择了一个最合理的一个方式 没错 他可能也知道队友没有能够赶在最好的一个位置 嗯 但是是最大概率可能形成最有威胁攻势的方式 主场球迷开始啊 山呼海啸 不安这队 这反正前二十分钟给人感觉啊 好像是昨天刚拉来这十几个人说来一块踢球 这个感觉 嗯 好像彼此之间的这个配合没有默契度 中场也控制不下来 你现在没有看到连续四五角五六角的这个配合 没有 进攻呢也是比较散 比赛踢到现在才21分钟 而主场作案的延编获得 这已经是一比零领先北京官乐事 嗯 这有一位朋友给我发来消息啊 嗯 说富德老板啊 据说隐形资产 资产啊 800多个亿 哎呦 购买了70%的延编的股权 800多个亿 这个肯定就是 江湖的一种流行的说法了啊 传言 大伙就这么一听 然后15年到17年向延编提供8000万资金用于青少年足球 哦 人家想在这干大事 让这个延编足球啊 这个新火相传 对 还要选择120名青少年球员去意大利 韩国集训 延编足球啊 有基础 有文化 哎 无非呢 就是硬件这方面呢 得投入 哎 另外一个呢 资金 如果能够保证的话 哎呀 我觉得未来有可能会成为中国足球很重要的一股力力 哎 外围 打了 但是打过来往后边身上 调成的大门 调成这这会儿心里肯定憋着火呢 因为刚才就是他那个拖六环那么一下 被对方把球断了 心疼一次进攻 从而把球打进 又来了 哦 产业犯规 这进攻的产业犯规 嗯 果然现在国安乐视队这边在落后一个球以后在进攻上开始加大力路 就现在吧 整个 对 然后你是利用中锋敲 敲敲堡 也没看见 对 基本上现在呢 还在摸索 黑暗中的摸索 好了 对 我还没看见 我还没看见 啊 我还没看见 有点 嗯 他一对一的时候 他绝对是过 但是一对二一对三 他就转移一下 一个弱侧 45度 看这一车 还带着旋的 他关键是 他把这个防守队员给扛住了 这一下 对 如果国安打不出速度来 那想要阵地进攻 就比较难 可能也得靠定位球 这谁被踢了一下 在后边是被踢了一下 但城堂还是没有出 从这个角度来说 只能说陈刚今天 对于厂商双方球员的 这个动作 识别 可能是比较大 踩了一下后脚跟 跟进的位置 对 他当时可能也没看太清楚 这肯定得犯规 这一下是后卫队员的这个解为失误 从凯从你拿下来 黄红自己带球也没有能够带好 这是张希德 这是一个飘射吗 看承文一离球门比较远 等进去离开老师的全球 不安心重新围攻之势 又是斜45度传球 刚刚回来毫无速投 下午比赛往往有的时候也是容易犯困 兴奋劲的可能上不来 差点意思 有点像吃羊羊串不撒辣椒的 喝啤酒不凉 所以 这比赛踢的就比较温吞水 这是到晚上的东光球场 球迷珊瑚凯笑 对 这感觉有点爽 连奥古斯多现在的位置也相对往前了 看国安队 这次反击看能到什么程度 看 右边上人得 没有人靠近 我看 再转移 这次是控球时间比较长 张希哲再分到左路 看有没有机会传中 李蕾上来 后点 摆一下 外围控制 转身 把武斯多 还得分右边 这球为什么不分 他是想往近距离左侧撩一下 但结果把球给传直了 应该是这种情况 对啊 这球张成栋已经 你控制了十几脚 为了拉开空档 已经拉开了 你就给张成栋 他没准就斜着就切下去了 这球朴诚踢的不好 今儿不是他日子 要说朴诚曾经也是在延编效力过的球员 07年进入到延编一线队 效力了几年之后 转回到承行关 有一个成功 离得太远 应该有人来出街 好球 这一下得给了 奥古斯托被犯规了 刚才奥古斯托带球这个节奏长得非常 嗯 他这一踩一揉 还被砸了一下 来了一下 看这位置左脚更合适 李磊 他可能是厂上唯一的纯左脚 嗯 看看定位球啊 嗯 30分钟 李磊和奥古斯托两个人都在抽签 到底谁来打 李磊打一招 看着线路还挺像 可以 他这脚法比较定型 嗯 我估计训练的时候 准确度还是相当高 这动作有点 有点意思 好 这是瓢城抢的这一下 嗯 嗯 这关速度打不起来的 嗯 嗯 他首先来讲就是 颜边傅德的防守 在中前场他延缓 然后呢把人的每个位置给你盯住 张细德 嗯 这段控制的还可以 那些 左脚你说这种球吧 威胁很难形成 对 这种球传传中 只能说你传的特别准 嗯 正好能在中锋脑子上 没错 然后中锋点下来 张细德插 哎 套跑了吗 这下应该套跑了 给了李磊 就是他是完全被被骗了 嗯 有点穿当的感觉 嗯 出人意料 你看穿着当 哎呦 这个何泰君他很会用身体 球啊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他先靠 他先向后啊 靠住你防守队 抢战有力地形 这宋伯萱在右边啊 他也下不了底 嗯 你经常拿球感觉就追究分账 嗯 东 东北人也挺幽默 你看他小号吹吹的小曲 哈哈哈哈 要说这球场文化 早年间这辽宁主场 嗯 沈阳 那经常有乐队 唱二人传呢 不二人传 是各种流行歌曲 哦 世界名曲 嗯 从这红河 红河骨到十五的月亮 哦 血染的风采 还有技工 哈哈哈 鞋而破帽而破 身上的夹沙破 就是球逼到现场玩高兴了 哎呀玩嗨了 嗯 玩高兴了 说这场球最后谁赢了不见得知道啊 那唱多少曲知道 我又没断了 又是反击 这是反击球 反击这点 哎呦这球守护到外面的全球 哇 进去了太大了 看来是这一下啊 所以这这场地有的时候也是 嗯 呃对双方就一样 不过这球从反击断球开始 能过渡一点 然后直接一脚撕 撕内部 没错 前场就一个点 但居然能形成这样的威胁 这速度很快 啊这没有就训练的这种套路 实现不了 有点这个张外龙所谓的七秒理论那个影子 嗯 图案这船接球速度太慢 嗯 就你要干什么 百分之八十 对手全都知道你要干什么 哎 你下一次往哪儿传 所以呢就提早的把位置一卡 一站住或者提早一贴身 你就进攻就没了 嗯 这球声拼出来 这球声拼出来 这负责队员这这位置其实完全不利 嗯 但声拼出来造成了公安的犯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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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克莱伯的呼吸 还能看到这白色的哈细 这个温度很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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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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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 那是火 又是一种篇球看一下 有机会吧 太慢了 最后是我们这一下被挡一下 克莱博他比赛节奏感觉 还有点没有能够太融入 没有能够找到 这球是延绵复德 就解围 直接想给克莱博做饼 定位球 勾向了脚棋 球还能够追得上 向进去离开 投球 雷腾龙这一下是只能是有一下意识的 你看他挺有经验的 小哥们虽然小白脸 但是很有经验 他觉得这一段 国安攻势挺猛 所以他示意队友把节奏降下 稳一稳 你看他是不是有很多出人意料的 没错 这种传球这种线路 传球手很扎实 脚踪 就是得李磊挡住了底线 好像出了点太阳 这李磊 虽然说年轻队员也刚刚打上主力 但是我看他精气神可以 他刚才一直这双手向上 扬 跟队友说得把精气神提起来 嗯 能够低一点被关在这个顶上来 这比赛打的少啊 确实这状态出来的会慢一些 哦好的线路 哇 机会 这球要打进去太漂亮 没错 这整体的配合 这一下确实由于他自己打正了 不然的话 嗯 又会对球媒生成非常大的威胁 而且整体这个配合真值得琢磨呀 嗯 37分钟记一下 回家琢磨 这个配合可太好了 还尤其是啊 呃 后插上那个队员 在接近底线时候船中 嗯 他稍微等了一下 嗯 观察了一下 嗯 就这你看 就这一等 反而呢机会会拉空 拉出来 这个 斯蒂夫呢是抢了前点 嗯 吸引了官的 防守的这个注意力 紧接着倒三角船中 何泰君出现 没错 这就是默契 39分钟了 我们的球迷在收看这场比赛的时候 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 乐视体育每场中道比赛 都将利用搜打大数据 评出乐视之星全场最佳球员 该球员呢 将获得价值1万元的乐视生态会员 欢迎球迷朋友们的扫描 屏幕随时出现的二维码 前往在线社区主场中 参与竞猜 猜队的球迷将可获得总价 高达100万元 一道用车券 我们还将从猜中 球迷中选出一位颁奖嘉宾 乐视体育 带您亲自将 乐视生态会员大奖 送到球星球中 同时进行的河南建业客场 一名领先 辽宁护运 这家伙建业奔着三连胜去 要占领积分榜 领合奖的位置 独占凹头 因为这场比赛 目前你看1比0 因为结果不好说 但是确实沿边 可以 刀刀都想要你 没有这种感觉 刀刀不离后脑勺上感觉 所以他就已经很 打法很成熟 在什么位置 在什么点 什么局势之下 应该怎么踢 脑子里边都非常清楚 像直的芯片似的 这就是因为 长期在一块 统一 你像杭州绿城 左日能赢 鲁能也是因为统一 大家都知道要干嘛 而且你看 第二梯队跟上的很快 这十四号 他经常是能够在第二落点 他控制住再发动二次进攻 一比加栏 对 一比加栏 他不是保守 他不是说 就摆一大巴 然后前面扔俩摩托 他这一进攻 整个一机械化部队上来 没错 摩托 什么越野坦克 都后边跟着 但是前场的就地反抢 对于这个对手的反击 线着也是比较好 挑撑 找中风 这是一个角球 把沈文医给晃了一下 这次是打到42分钟了 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战术呈现 中场 奥古斯托 摆脱和张细哲做配合 最后找 想找这中风 中风出街 这还真的得靠定位球 国安目前要想破门 定位球 得占一定比率 运动战感觉 确实到新加拿来看 有点不 而且这个对战术纪律 非常强 这延边负责 你看这 你从这个斯蒂夫 他这个 防守的投入 你就能看出来 他往往回到左后位置 你看 转移出去 有点小了 直接把球给踢出最外 这五号 这就通过这一次 我觉得这球伤不是说特别高 这球马上 一转身就往中路领 往左路转 还在这斗区区 延边负责 这前面下半场会丢球 他就是因为长板 他前面有时候 这体能消耗会比较大 这种踢法 对 想来就很拼 远远射 质量不错 这边一把球给摸收 进棚墙 中位的一较射门 打的就是突然 因为他场地有水 我说这一飞行过程当中 门前一落地 有可能会发生一些球速的变化 张成栋这快带 还是能够把节奏带一下 好球 有了 有没有 这一层都未见 这是国安乐视开场 到现在为止 最好的一次进攻机会了 应该是奥古斯托船 然后张熙哲斜差 距离进球差了那么十五分 何泰军 你看就抢上背 左脚 马上国安打完一次进攻 这边反击立刻形成一次 很有威胁的事情 看不上最后时刻 各位都在提速 刚才就是从张成栋开始 中场突然间加速快带 把这节奏有了变化 这节奏一变化 才有可能 有让对方防守 对不上点的可能 投球攻门 这球有难度 有角度 但是没有力量 腾空拧身 转体120路 上场比赛45分钟的成功时间 马上就要停满了 我们的球迷方们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看球互动 一个重磅福利就是玩乐视体育主场社区 送 女主播原味手机 打开乐视体育APP 点主场 选择大操场阵营 竞猜 本轮 中超本土球员进球术 就有机会得到 女主播的一样的准备 上场比赛的马上就要结束了 好 这边主菜饭充当的一生上响 上场比赛结束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 回来进入到连博士 男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